可能因为柳妍走红的原因与其他明星不同 所以总觉得她和其他明星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可是在逐渐了解她之后才发现 她的内心与她的外表真的是因果两重天 这个女孩真的非常纯真 而她为了改变别人 因为她外貌的偏见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而人设这种东西 有的明星靠自己眼来美食 而对于柳妍来说 这却是别人钱加在她身上的 因为身材娇好 再加上一些早期的作品 她被不少观众甚至是娱乐圈里的人 都想当然的觉得是一个很轻浮的人 因此也就导致了在包贝尔婚礼上的伴娘们 当时还是2016年 柳妍第一次在别人的婚礼上当伴娘 所以还开心的感叹 自己是盘头好的还是批发好 在婚礼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非常顺利 新娘包文静与伴娘们一起美美的拍照 大家一起做游戏 看起来很欢乐的样子 可是随着婚礼的进行 伴郎们为了活跃气氛 就想找一个伴娘 把她扔到游泳池里尸身 让大家乐呵乐呵 果不其然 被他们看中的就是当时人设 人气都不如其他伴娘的柳妍 她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拒绝 因为当时的伴娘服饰薄杀 如果遇水一定会走光 可伴郎们根本不管这些 已经开始拉着她 准备强行推进水里 这时候的柳妍处境非常尴尬 要是反抗的太厉害 不计有失优雅 生气又会被扣上玩不起的帽子 但要真的被扔进去 说不定马上被传出 她专门失身 抢热点的瞎话 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在娱乐圈里 如果有明星 真的像当时的柳妍一样 任何曲解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特别是那句玩不起 不单单是明星 如今多少婚礼中 伴娘就是吃了她的亏 明明是别人强迫别人 可就凭这一句玩不起 对方就能随便玩你 你的反抗 生气 愤怒都被解读为 欲据还迎他们得手后 被强迫的一方 甚至都不能说个步子 要不然就是玩不起 成为大家都嘲笑的对象 那么当时 柳妍真的被扔进游泳池了吗 并没有 好在贾林出来救场 才把柳妍从这个怪圈中解救出来 可后面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在婚礼后 众人看到惊魂未定的柳妍 可能也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过于伤人 所以都向柳妍表达自己的歉意 对此 柳妍也只能说没关系 可事实上她有关系 为什么是她 为什么每次都是她 可现实就是这样 如果事不关己 别人都喜欢劝人大度 所以 作为被伤害的一方 柳妍竟然成了第一个公开道歉的人 而在这个事情 被越来越多网友知道之后 鲍贝尔也出来道歉 但从他短短的几段字里 还是能够看到对伴郎们的维护 后来 这时发展得越来越漂亮 有人说柳妍做 王思聪也说她是在炒作 而后来 柳妍在接受采访时回应 如果我借别人的婚礼炒作 我就不得好死 伴娘真不是好当的 也许在很多人心里 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当对方是伴娘的时候 你只有可以玩 和玩不起两条路可以选了 喜欢分享娱乐冷知识 欢迎关注